歡迎來到愛家好醫生 你的孩子第一次說謊被你逮到的時候 你的心情是什麼呢 可能很告訴自己說 沒有一個孩子不說謊的 但是你也會有點擔心說 如果我現在不制止他 或是不給他懲罰一下 他會不會漸漸就變成一個不老實的人 或者是一個騙子呢 這種滑坡的這種思維 常常讓我們在教養當中 這個尺寸很難拿捏 今天我們的凌凌媽媽就遇到 類似的困擾 我們聽聽看她怎麼說 大家好 我是凌凌媽媽 大家好 我是你爸爸 小孩子四歲之後 我們擔心他有一些說謊的問題 那想要請教黃醫師 比如說像他在課堂上被處罰了 回家媽媽問他 可是他都不說 都一直不告訴媽媽 他告訴媽媽的事 他今天都很快樂 媽媽覺得很疑惑 不曉得要怎麼辦 一個四五歲的孩子說謊 到底是說哪些謊呢 我們直接到他家 來來聽聽看他的狀況吧 哈囉 嗨 凌凌爸爸 凌凌媽媽 嗨 你好 你不是凌凌 你是他的弟弟對不對 我是寬寬 你是寬寬 好 我們今天要聊 凌凌的這個小問題 你們他現在凌凌幾歲啊 四歲四個月 四歲四個月 你們會擔心他開始不老實 比如說他很喜歡雜誌裡面的CD 然後他把他拿出來 對 拿出來完之後我就跟他說 欸你為什麼自己拿 喔你是不讓他拿的 對 他就拿來悄悄打打 喔 對 然後我跟他說你為什麼拿 他真的很想看看 他有說我真的應該 OK 可是我跟他說你 可是我已經告訴過你 不能自己先拿 對 對 不能自己先拿 我說沒有 他在那裡 喔 他就回了一句沒有 對 他在那邊 沒有的意思是什麼 我沒有拿出來 對 因為他在那裡 所以我 喔 他自己走出來的 類似像這樣 我會是這樣的 你的解讀是這樣 爸爸的解讀不一樣 我覺得某種程度是為了怕被挫罰 然後去冤這個狂 對 所以他說沒有壞 沒有壞 對 或者是沒有 我沒有拿出來 是他自己跑出來的 這都有可能嗎 那你們也剛剛聽到你們說 他做這些事情 有的時候就是為了要 規避懲罰 所以你們的懲罰會很重嗎 有時候會動手 聽他一下 打手心 打手心 會打屁股之類的 這件事是常天天嗎 沒有 沒有啦 偶爾啦 偶爾嗎 偶爾 好 我想今天這個主題 很 算是很居家啦 其實哪一個四歲的小孩 不會有剛才講的這些狀況 不管是編造事實 不管是掩蓋 或者是這個 隨便亂扯 其實四歲的小孩 說謊是很習中平常識 所以我們今天不是要 要對這個行為做什麼宗旨 我們幾個目的 第一個就是 下次如果發生類似的事情 身為爸爸媽媽媽 我們要怎麼回應 第二點就是未來的擔憂 其實我們擔憂的並不是說 一直有說謊的什麼 我們擔憂的是他 未來變成一個 不敢跟我們講實話的孩子 其實這是我們的擔憂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想今天藉由 林林的故事 也讓我們的愛家顧問團來討論一下 我們的孩子在學廷前 碰到這種現實跟他的幻想 或者他為了規避責任 規避懲罰 說的小謊 爸爸媽媽該怎麼樣做 才會是中庸之道 不會太過也不會不急呢 我們來看一下 愛家顧問團怎麼說 不管是哪個年齡層 當孩子說謊的時候 父母該怎麼應對呢 學廷前的孩子我們該怎麼辦 學廷的孩子怎麼辦 如果到了青少年 我們又該怎麼辦呢 這一集我們邀到的是 心理慈喪師廖宜林老師 以及陳平浩老師 一起來聊聊孩子說謊的內心事件 說謊是人的天性 我們都承認這件事 也沒有人是不會說謊的 只是我們對孩子說謊這件事情 還是有點疙瘩 陳老師我們到底孩子幾歲 就會開始說謊 說謊的比例有多高 其實在幾年前 大概在加拿大 有一個叫做多倫多大學 裡面有一個學者 叫做李康 他其實大概在他研究裡面 其實做了一個追蹤 兩歲的孩子 大概將近就有30%的比例 他會說謊 然後三歲的孩子 大概將近一半 就是50%的孩子 就已經會說謊 直到到了四歲的時候 將近80%到90%的孩子 都會說謊 所以你會發現其實當 孩子一學會開口說話的時候 基本上就開始會說謊 所以說我們就發現 原來說謊這件事情 似乎是一個很天性的地方 很天性的一個行為 然後他就跟著孩子的語言 其實不斷逐步的在發展 但是說謊我們通常會賦予一個 負面的動機 就是說你是為了要騙取什麼東西 但是其實剛剛講兩歲三歲四歲的孩子 他的說謊動機 應該跟我們大人想像的不太一樣 對不對 是 因為其實在不同的年齡的階段 他其實說謊的原因也不太同 其實我們後來發現 因為其實說謊 它最主要的一個動機 就是因為人是一個趨吉避凶的生物 所以說說謊它的好處 就是可以讓我們拿到我們想要的東西 同時可以讓我們逃避我們 不想要的東西 我自己有一個三歲多的孩子 當他第一次說謊的時候 我是覺得好驚訝 而且也好生氣 然後很想跟他說 說謊是不對的 這個時候那個心理師就要上身 就跟自己說 要深呼吸 我的教養目標是什麼 就是我希望他可以做一個 誠實的孩子 那怎麼做呢 第一個就是先呼應他的想法跟感覺 比如說他說 媽媽 我刷牙了 但他沒有 我就會說 你不想刷牙 想要繼續玩玩具對不對 他說我真 然後我就告訴他說 如果我有一個魔法 可以讓你變一下 就不用刷牙的話 那就好了 就是我先呼應他的感覺 然後我再告訴他 我希望他做了正確的事 就是說一個好寶寶 如果沒有做的事情 就不能說有 再告訴他 我希望他做的正確的事情 所以 面對一個幼童 我在想 我們還是要多引導 而不是想直接去教育或懲罰他 先呼應他的想法跟感受 然後再跟他說 你覺得比較好的做法 對幼童來說 我覺得是比較適當的 所以我們先著重在學齡前的孩子 像我們今天的這個 擰擰爸爸 擰擰媽媽 他們碰到幾個狀況 第一個就是 抵死不認的狀況 明明就是他把CD拿出來看 沒有 就是沒有 抵死不認 好 我們可以理解 他可能就是為了躲避懲罰 所以如果說碰到這個狀況下 我們家長第一句話應該說什麼 第一句話會問說現在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通常我們聚焦在行為的層次的時候 基本上他比較能夠讓孩子去 先跳脫出講理由這件事情 所以說通常問發生什麼跟為什麼 我們會問的事情就是說 剛剛發生什麼事情 你從頭說一次 因為你如果直接說 你為什麼要拿他的東西的時候 這個為什麼 已經幫他預設了一個立場 就是我要找理由 來逃脫我的行為 你告訴我剛剛發生什麼事情 我剛剛看到發生了一件事 你來告訴我發生什麼事 其實爸爸媽媽 為什麼看到孩子說謊會生氣 是因為我們都會有一個認知 就是說你這麼小就會說謊 那你以後長大還得了 所以這句話 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們背後隱含的一個想法就是說 孩子的說謊跟他未來的人格 有一個必然性 對 會有這樣的連結 但事實上我們發現 其實孩子的說謊跟未來的人格 這件事情其實並沒有 這樣的一個相關 因為他大部分的時候 就是我們前面說的人性這件事情 可是爸爸媽媽還是會覺得很受傷害 第一點是因為覺得 你這麼小會說謊 長大還得了 我們現在看到是沒有這樣的關聯性 可是第二點 爸爸媽媽我們自己體察一下 就是當你發現孩子說謊的時候 其實你是受傷的 你為什麼受傷 因為你覺得在關係裡面 其實你被傷害了 你為什麼被傷害 因為人跟人之間我們都會覺得信任 是一個很重要的基礎 當孩子用說謊 來作為他問題的回應的時候 你會覺得你被欺瞞 而欺瞞這件事情 讓你覺得你們的信任被破壞了 所以你會有這種受傷的感覺 那這種受傷的感覺 當然我們自己要去做一些消化 但是我必須要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 說謊這件事情 有一些研究 他這研究滿有趣的 似乎越小 越會說謊的孩子 這個謊說得越完整的孩子 他未來的成就似乎不錯 為什麼說得好 一個好謊 反而會跟表現不錯 是因為我們發現 要能夠說一個瞞得過大人的好謊 基本上你有兩件事情要做到 第一個其實你要能夠知道 對方不知道什麼東西 不知道什麼 我才有辦法說出來蒙住你 第二個我要在說的過程當中 不讓你發現 我的自我控制的能力要很好 也就是說我說的時候 我不能臉紅 我不能眼睛亂看 我要非常震驚 煞有其事的把它說完 這種自我監控的能力要很好 然後大腦的功能要很好 才有辦法把謊說到一個完美 我們發現這就是所謂的認知功能 很不錯 不過當然就是說 為什麼要說謊 這才是我們要去探討的 那另外一種我覺得比較麻煩 是剛剛陳苗浩老師講到 就是那個孩子 他知道你不知道什麼 所以他隱瞞事實 比如說他在你沒有看到的時候 他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 然後把他掩蓋住了 你心裡面覺得應該是他 但你抓不到證據 我覺得這個比較麻煩 所以通常這個大概就是 我們遇到孩子在說謊的時候 他是一個態度的問題 對 也就是說其實簡單來說就兩句話 說謊是人性 但是坦誠是選擇 對 但怎麼讓孩子能夠坦誠 這個東西比較困擾爸爸媽媽 那這邊我舉一個 一個大概在 也是加拿大的一個 麥基爾大學裡面 做了一個非常有趣的實驗 這個心理學家 他叫做泰沃 泰沃他做了一個研究 他這個研究很有趣 假設我們今天這邊有兩本繪本 這兩本繪本都跟說謊有關 但是你只能選擇其中的一本 作為教材念給孩子聽 然後你期待他不要說謊 那現在我把這兩本繪本介紹一下 我的這一邊這個繪本 A繪本它叫做放養的孩子 第二本叫做這個華盛頓砍倒櫻桃樹 所以這個是說謊的下場很慘 那這個是說這個就是砍倒櫻桃樹 是華盛頓 華盛頓跟爸爸說我砍 來今天如果有兩個繪本 你只能選一本 你要讓孩子不說謊 你覺得你會選擇哪一個繪本 然後他們就直接做實驗 小朋友好多人 然後分成兩群隨便分 一群讀A 一群讀B 然後這兩群孩子 讀完不同的繪本之後 他們就進行到第二個階段 這個階段裡面做了一個實驗 這個實驗不管怎麼樣 孩子們都會說謊 但是差異就在於 他們做完這個實驗之後 所有的孩子都會被研究人員問說 你剛剛有沒有說謊 我們發現讀放養的孩子 這一本繪本的孩子 絕大部分都不承認 這一本繪本顯然 對於他們承認事實沒有幫助 對 就是說 我讀了這個放養的孩子之後 我學會的事情是不要承認 可是為什麼 這個我們大家來說 反而是讀了這個 華盛頓砍討櫻桃樹的這個繪本 他們承認的程度 是整整的三到四倍於A族的孩子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問的事情是 明明兩本繪本都在跟說謊有關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異 於是我們得到一個非常有趣的 一個小小的結論 就是在放養的孩子 這個故事裡面 繪本傳遞出一個非常重要的訊息 你說謊被抓到的話 你的下場會非常的慘 華盛頓砍討櫻桃樹的這個繪本裡面 傳遞出的另外一個訊息是 如果你願意坦誠的話 那基本上下場可能還有容許 或者是被寬容的空間 所以孩子在兩本繪本當中 他學到不同的態度 也就是說我們都希望孩子不說謊 但這個是人性 但是如果我們可以增加孩子們 坦誠的機會 那就相對的減少了說謊的可能 對不對 所以其實降低孩子說謊的可能 其實就是增加孩子坦誠的勇氣 所以從這個研究裡面 我們學到了這件事情 那可是怎麼落實在生活當中 有一句話非常好用 那這句話或許是可以作為參考 當你懷疑孩子在說謊的時候 你可以跟他說 我知道誠實對你來說 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因為你要面對的是 自己內在非常多的衝突 可是如果你願意 坦誠的面對這件事情的話 對我來說這會是非常欣慰 而且感覺到開心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在肯定 你並沒有去 你並沒有在言語上面 去判定他有沒有 但是你在鼓舞的是一個 願意坦誠的行為 所以這個是這個研究大概 帶給我們一個非常大的啟發 但我們發現如果這樣做的話 孩子普遍來說 你給他一點時間去醞釀 他會願意坦誠的機率會提高 可是我必須要問一件事情 這個很兩難 當孩子坦誠之後 他仍然做錯事 要不要處罰 這個非常衝突 要不要處罰 因為他還是做錯事了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有些家長會問的部分 我的一點小小的意見是 我個人覺得做錯事跟坦誠 基本上這是兩件事情 所以他願意坦誠 但回到這件事情的本身 他還是做錯事了 他還是要為他的行為 去付出代價 現在我們會有另外一個方向的思考 就是說接受處罰 但或許你來說服我 你要接受什麼樣的處罰 才可以讓我相信你 下次不會再犯 這個時候 你從一個給予處罰的角色 變成一個被說服的對象的時候 孩子是在給你一個承諾 這個承諾其實是在說服你 我必須要接受什麼樣的結果 才能夠讓你相信 我下次不會再犯 所以這個或許在某種程度上 也可以解決我們 究竟要不要處罰的一個兩難 所以這大概是這個研究 帶給我們的一個啟發 所以回到頭來剛才講 你的孩子在你不知情的狀況下 做了一件事情 他用謊言掩蓋 你抓不到他的證據 第一步就是算了 其實我覺得你不需要 把自己當糾察隊就算了 被騙一下沒關係 但是你要問自己的事 為什麼我的孩子不敢跟我坦承 所以才可以走到第二步 就是說這次就算了 但是我相信我的孩子 將來我希望他 獎勵誠實的效果能夠提升 處罰說謊這件事情的效果 可以下降 因為從研究告訴我們 獎勵誠實才有效 懲罰說謊 你的孩子說謊之後 羊會不會吃掉 小木耳鼻子會變長 對他來講根本沒有用 所以獎勵誠實是比較有效 但獎勵誠實之後 我們是不是要處罰 這件事情可以由孩子 跟我們討論 我們重點是在讓孩子 塑造出一個跟你的約定 而不是說我就非得讓你怕 你如果說我就要讓你怕 你又落入剛才 處罰說謊的老路子了 那孩子就說 你根本沒有獎勵誠實 你最後還是處罰我的行為 所以就是說 我跟你做一個約定 這個約定 讓你以後願意 為了這個約定 而跟我成為一個良性的互動 我覺得這個事情也許 就比較少會發生 還有一個我覺得就是 當孩子每次跟你說實話 或說他困難的時候 你都要指責跟教育他的態度 讓孩子覺得說每次跟你講 就是被你唸我何必呢 久而久之他有時候 可能不是說我 他就是隱瞞 他就有事都不告訴你 我覺得這也不是發麻樂見的 所以當孩子願意 跟你坦誠的時候 你第一句就要忍住 對 謝謝你告訴我 我覺得這句話還不錯 謝謝你告訴我 那至於好或壞 是或非 等我冷靜下來 完全再說 因為此時此刻 我沒辦法跟你好好溝通 要培養孩子 跟你坦誠的勇氣 是從小開始的 那我想跟爸爸媽媽分享的是 當在面對孩子說謊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都會有非常多的情緒 那這情緒背後有很多原因 不過呢 回到孩子說謊的行為本身 我相信它其實並不單純 也很複雜 那非常值得我們去理解 那最後呢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其實說謊是人性 而坦誠是選擇 如何能夠建立孩子 面對謊言的時候 面對挫折的時候 選擇一個坦誠的態度 將會是有助於孩子未來的發展 那在今天的節目裡面 介紹的幾個小技巧 也希望對爸爸媽媽 能夠有所幫助 謝謝 獎勵誠實 勝過於懲罰說謊 我覺得這在更大的孩子 更重要 有沒有什麼樣錯誤的教養 會讓你的孩子 從小片子變中片子變大片子 有沒有 倒是有一個研究 我覺得這個對於我們家長來說 其實是可以做個參考 這個大概是在去年的 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學 他其實做了一個追蹤 他很好奇 就是如果從小被家人 家人在教養上面 就是用一種說謊的方式 來處理孩子的行為 這些孩子長大之後 他們跟雙親之間 的這種溝通會不會 也同樣出現這種說謊的問題 或者是有一些心理上的一些困擾 什麼叫做大人用說謊的方式教養孩子 比如說你再給我 你再給我不寫功課 我等一下要給你抓到警察局 我叫警察伯伯來抓你 我把你關到監牢去 這樣子 這個叫做用說謊式的這種威嚇 然後去處理問題行為 他們做法其實就是找了 將近380個人去回溯一下 就回溯一下你小時候有沒有被這樣子說謊方式對待 教養還有你現在跟你父母親之間的溝通有沒有比較高比例 有沒有說謊的比例 還有你有沒有心理困擾 結果我們發現如果是家裡面常常用這種說謊 謊言式的這種教育的方式 去處理孩子的行為的話 他們將來長大之後 其實跟家長之間很容易出現謊言 很容易欺瞞他們 你騙我現在長大換我騙你 對 他有一些解釋 不過我們看到是這個現象 同時其實比較令我們擔心的是 在這一群被謊言式的教養下長大的孩子 也比較容易出現一些心理的困擾 比如說一些情緒調節不好 然後衝動的問題等等 剛剛說是新加坡對不對 對 新加坡 其實我覺得華人的家庭還蠻常出現這種說法 我們不乖 又醫生打針 其實如果我在門診碰太多了 今天如果乖乖 不然醫生會打針 我想說沒有 我今天沒有要打針 躺著也中槍這樣子 對啊 如果不乖 我就不要你了 如果沒有坐 我就不來接你了 對 這個 或者是剛剛講警察把你抓走 虎骨薄咬走你的小指頭 就是這樣的一個 因為不會發生 並不會因為你不乖警察就把你抓走 也不會因為你不乖醫生就打針 其實這一切都是你自己 編造出來的威嚇 結果其實 後來 多年後發現你的孩子 假的 假的 然後你的孩子反而常跟你欺騙 對 然後你的孩子也比較容易有行為問題 對 情緒問題 對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NG 只有教養 如果是你希望你的孩子 未來不要成為這樣的一個 個性跟性格 你自己就要一身作則 不要再用這種欺騙謊言的方式 來教養你的孩子 或威嚇你的孩子 對 雖然今天我們這個年齡還很小 但是希望藉由這些小小的事情 讓我們慢慢的找到跟孩子溝通的方式 也慢慢的找回那種恐懼說 我的孩子將來會什麼時候都不告訴我 或者是他就會很多的謊言 其實只要我們的心態是正確的 我們以獎勵誠實 然後不要用處罰說謊的方式 還有同樣的就是探索他的內心的動機 而不是為行為 這個表面的行為去做懲罰 還有減少這種恐嚇式的 或是謊言式的教養的態度 不要有情緒勒索 也許從這幾個角度你先做好 你的孩子將來就還是可以跟你 保持很好的溝通跟模式 牆逼不來的就是 牆摘的瓜不甜 我們就是相信我們的孩子 在我們這個敞開大門 他一定會自己走進來 希望今天這一集能夠讓很多爸媽媽 解除心中的焦慮跟擔憂 如果你家有0到18歲的孩子身心靈問題 讓我們愛家好人到你家家訪 也可以跟我們製作單位聯絡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我們都知道獎勵誠實 比懲罰說謊來得有效 可是當孩子跟我們講實話的時候 我們心中難免會有生氣的情緒 我通常會用一招是跟孩子說 謝謝你願意告訴我 那我拍拍他的頭搂搂他的肩 然後我今天我就暫時不溝通了 因為免得我又講出生氣的話 那你等到我的情緒過了以後 我再來分析他做這件事背後的原因 或者是跟他聊聊他 下一次要跟我做什麼樣的約定 等那個情緒過了 讓溝通的品質也會好一點